维生素E也是人体所需要的40种营养素当中其中一个关键 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保护细胞膜 人体有很多的这样的膜 有粘膜 有僵膜 有细胞膜 有骨头的膜 有血管的膜 身体有很多的膜 这个膜相当于一扇门 细胞与细胞之间靠这层膜隔离开 也靠这层膜隔离跟外界之间的毒素 续菌 病毒的一个隔离 所以在我们的眼睛表层也有一层膜 这层膜一旦你有粘东西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痒 然后你会透过流泪想把粘东西排除体外 人体的这层膜需要保护 因为它很脆弱 很容易受到伤害 维生素液就是对这层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一种营养素 一旦缺乏维生素液 你身体洗洗多多跟膜有关的部位都会受到损伤 最典型的就是妇女的子宫 卵巢 输卵管 宫颈 以及乳腺 因为这些腺体它的外表都是一层膜 一旦缺乏维生素液的时候 所有的跟膜有关的部位都会受到损伤 这种损伤可不是一般的损伤 打个比方 在我们的皮肤表层 有一层保护膜 这层保护膜如果被洗掉 你的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人 不要用碱性的洗涤用品来洗你的皮肤 因为它会损伤你皮肤表层的一层保护膜 同样的 当你的细胞的表层的这个保护膜 受到损伤的时候 毒素就很容易穿越细胞的这个膜 进入到细胞内部 从而影响你的DNA 影响你最基本的细胞的里面的结构 当细胞的DNA受到破坏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会产生癌症 所以很重要的 就是补充维生素E 来保护身体的每一个膜组织 那么我们来看 缺乏维生素E会造成的影响 首先会造成容易习惯性流产 为什么缺乏维生素E 会造成习惯性的流产呢 因为受精卵 也是有一层膜包着的 一旦缺乏维生素E 脆弱的受精卵 很容易受到任何的一种因素的影响 而导致流产 不能形成胚胎 那些经常习惯性流产的人 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缺乏维生素E所造成 我有时候在想 这些可怜的父母亲 很想要一个孩子 却不懂得去学习一点营养知识 仅仅因为缺少一种营养素 而造成甚至错过了生意的时间 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流产 而产生恐惧 造成甚至连做母亲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营养的缺乏 其实对身体的影响 是非常的深远 缺乏维生素E 会造成内分泌失调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内分泌 就是指 比如说身体的脑下垂体 身体的肾上腺 身体的甲状腺 身体的各种分泌荷尔蒙的腺体 这些腺体 刚才讲的 它的表层都是一层膜 缺乏维生素E的状态之下 这层膜很容易被氧化 很容易被细菌破坏 被病毒破坏 所以有了维生素E的保护 就会使这层膜变得更强 强健 更坚固 不容易受到破坏 那么缺乏维生素E 会造成周期不顺 经期症候症 症候群 然后呢 造成提早 进入更连期 这是因为 这个荷尔蒙分泌不正常所引起 然后也会造成 伤口容易留下疤痕 造成洞窗 血眼老化 有一种病叫做血眼病 就是眼睛转过去之后 不容易回来 转过去之后 不容易回来 斜着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呢 维生素E跟另外一个身体 重要的这个 功能有关系 就是指血管的弹性 当维生素E充足的时候 血管的张力会大大增加 它可以被撑开 也可以被压缩 这个对人体的微型 反而有着重要的影响 比如说你的眼睛 当你看东西 看认真的时候 你要这样看 这个时候是张开的 然后呢 当你呢 眼睛离看的时候呢 它可能要收回来 可是呢 一旦缺乏维生素E呢 这个血管的弹性 就会出问题了 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呢 可就不见得收得回来了 逐渐逐渐 你就变得近视了 或者呢 你呢 收回来之后呢 谈不回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近视野 眼视野 邪视 其实都跟维生素E的缺乏有关系 缺乏维生素E的人 会提早变成老花 缺乏维生素E的人 也会提早变得近视 很多的小孩 现在一岁 刚刚出生 就已经开始近视 那是因为 母亲生她的时候 就已经缺少维生素E 很多的小孩 在还没有上小学 就开始近视 还是一样 缺乏维生素E 另外的话呢 缺乏维生素E呢 还会造成另外一个大的问题 那就是人体组织 在维生素E充足的情况下 会减少对氧气的需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现代人经常处于缺氧反径 维生素E的保证 就可以令到你在缺氧反径之下 生理依然正常 可是呢 当你缺乏维生素E的时候 你对氧气的需求会大大增加 当你缺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非常容易疲劳 非常容易投影 非常容易感觉到 这个身体不适的感觉 尤其是缺乏维生素E 会造成身体容易留下疤痕 因为所谓疤痕 就是指微寻反不好的部位 当你受到伤害的地方 需要把血液送达 这个受到伤害的组织 这个组织往往是缺氧 如果维生素E充足 这个缺氧的组织呢 就依然能够修复 如果维生素E不充足 那么这个缺氧的组织 就没有办法进行修复 疤痕就会留在你的体内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难看 留在外面 是外面难看 留在体内的疤痕组织 所造成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疤痕组织呢 会收缩 由于养分和氧气 不容易送达那个部位 那一些褶皱地带的疤痕 就逐渐逐渐 越来越缺氧 而造成疤痕不断的扩大 所以在体内的疤痕组织呢 实际上呢 是对身体有生眼影响 维生素E的缺乏呢 会导致身体的不饱和脂肪 以及呢 脂肪容易受到这个氧化的破坏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到后期引发癌症的一个关键因素 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我们讲的 构成细胞膜的一个关键结构 当不饱和脂肪酸受到破坏的时候 那个膜组织就受到破坏了 具体的讲 各种维生素的作用呢 可能呢相对是比较专业的 总的来讲 它对身体所有的血管 所有的膜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样的话呢 就影响到身体的各个组织了 另外的话 像肝硬化 一线纤维化这一类的疾病 都是因为身体的疤痕组织形成 然后不断的扩大所引起的 只有补充足量的维生素E 才可以令到这种疤痕组织得到修复 还有一种疾病跟缺乏维生素E 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疾病的名称叫做重症肌无力 肌肉萎缩 那么肌肉萎缩 也就代表 这个连接肌肉的血管 不能够及时供养 这就代表 那里的血管组织受到了损害 损害的原因 就是缺乏维生素E所造成 大量的补充维生素E 对重症肌无力 是会起到很好的效果的 缺乏维生素E会造成红血球容易破裂 从而造成贫血和缓胆 红血球为什么容易破裂 还是那句话 红血球的膜被破坏了 也是缺少维生素E所引起的 那么缺乏维生素E会导致骨钙转移到软组织 造成动脉硬化 关节炎以及皮肤角质化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软组织 关节膜 动脉的膜 都需要维生素E的保护 缺乏维生素E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在身体里面游离的钙质变成呢 会这个相近到这个膜组织里面去 比如说镶嵌到这个软组织里面 镶嵌到这个关节膜里面 从而呢 阻碍了那里的正常的血液行方 从而导致那里引发炎症 另外呢 缺乏维生素E呢 可以提升精子的品质 所谓品质还是一样 精子周围有一层膜 另外呢 精子呢 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 才能够保持它的能量 所以补充维生素E呢 你的精子的活力呢 就会大大增加 然后呢 这个精子死亡的数量减少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对受孕呢 就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的这个夫妻呢 这个去检查她的身体的时候呢 发现了这个长期不能够受孕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蓝方精子数量不够 或者品质有问题 然后就开始求医 问题是 药物怎么可能替代这个食物呢 人体千百万年的进化所形成的周密的系统 严密的系统 每一种养分的选择都是千百万年进化逐渐选择下来的 每一种营养的搭配与组合都是DNA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调整最后选定的 所以药物根本不可能来替代食物 倒过来讲 食物却可以替代很多的药物 用药物替代食物是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即使暂时控制了疾病 也是以伤害身体为代价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应该把它作为优先的选择 也许某种状况之下是必要的 但是我认为不要把它放在优先的选择 每一个细胞它的构成 它的结构 选择的各种养分 按照什么样的比例 什么样的数量 以什么样的方式排列 这都是你的DNA选定的 这是一个密码 不能随便改的 如果你用药物的某种成分 来替代了养分 替代了食物中的营养 令到你的细胞结构里面 多出了一个药物的成分 这可就意味着你基因突变 你的整个基因结构改了 一旦这个改了之后呢 那可真是叫着肿瘤了 癌症了 癌症就是由基因突变所造成 所以呢 这里再次强调 营养的重要性 它是不可替代的 不是药物能够替代的 如果你不小心 被什么东西灼伤 碳伤 形成疤痕 你可以把那种小麦胚芽油 这个含有维生素液的胶囊 给它刺破了 把这种含有维生素液的油脂 涂在你瘦伤的部位 这样的话呢 你的皮肤呢 最后就不会留下疤痕 有些人经常有心脚痛 头痛 最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缺氧 所以补充维生素液呢 有助于改善头痛心脚痛 许多人去西藏里游 在那里经常会出现缺氧症状 所以带着维生素液 栖是非常必要的 大多数人在伤口一核的时候 经常会感觉到 那个地方很痒 有些人在那里不停地爬 甚至把那个 好不容易结成的疤 都给扒掉了 结果令到身体 很难修复那个部位 我们有一个经验 就是那个痒的地方 只要把维生素液涂上去 马上就不痒 立刻很舒服 蚊子痒 你也可以用维生素液涂上去 也会感觉到不痒 痒 各位知道痒这个字怎么写的吗 它跟氧气的痒 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偏盘 读音也是一样 所以当你任何一个地方痒的时候 就是那个地方缺痒的时候 所以痒就要改善共痒 中国人发明字很有意思 发同一个音的时候 往往有同样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感觉到 你这个地方痒 你就要用手去爬它 对不对 慢慢地去扒它 对不对 但你去爬它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也是透过外力改善供养 不过呢 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刺破维生素液涂上去 家里面残背一些维生素B 维生素C 维生素液 可以用来应急很多的事情 小孩子感冒 发烧 咳嗽 一出现 先给他吃几片维生素C 甚至感冒发烧的时候 你给他吃大量的维生素C 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送到一夜 也不需要去掉瓶 也不需要去打撑 这里我们有很多的经验 很多的朋友 在孩子生病 发烧的时候 大概用到1000毫克 左右的维生素C 最高大概用到3000毫克 基本上 就可以战胜这个感冒 另外 维生素E可以防止血管的破裂 所造成的血栓 血管上 这个细胞破裂以后 会跌落下来 这个跌落的死细胞 就会包裹一些 这个游离的胆固醇 脂肪 钙质 然后变成一个 像血栓状的一样的物质 这种血栓 随着你血液在身体里面流动 遇到一个交叉口 这个交叉口呢 假设比较狭窄 那个血栓就有可能 稍堵在那个地方 如果堵在 跟你的左边的 这个循环有关系的地方 那么你的左手 可能就会麻 左脚也会麻 如果呢 堵在呢 跟大脑有关的地方呢 你可能就中风 如果呢 堵到跟心脏有关的地方呢 你可能呢 就心肌梗塞 而维生素液呢 有助于保护血管壁 因为血管壁也是由膜组成的 那么就会阻止 使细胞不断的脱落 然后呢 它可以繁殖和治疗这个 静脉曲张 以及静脉炎 静脉曲张呢 是身体的一个特殊现象 人体呢 通过动脉 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 再通过静脉 把血液收回来 那么 在腿部呢 脚部呢 这个静脉呢 很特殊 因为人的血液 要从脚部 把血液收回来 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所以当血液往下送的时候 要收回来 它会掉下去 那怎么办呢 身体呢 在下面的这个血管里面 设了一个开关 那个开关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瓣膜 在那个静脉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瓣膜 血液从下面冲上来 那么就把这个瓣膜打开 然后血液送上来 当血液要掉下来的时候 那个瓣膜就关上 把血液阻止在那里 然后血液呢 就从底下呢 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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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收回心脏 然后进行良好的循环 可是呢 缺乏维生素液的人呢 那个瓣膜呢 本来是这个样子 结果呢 就变成拉开了 血管湿气弹性 拉开了 拉开了就有了一个分线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血液送上去 都又掉下来 送上去 都又掉下来 结果底下呢 你的下肢呢 就积累了大量的粘的血液 很多的女人呢 在怀孕的时候呢 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下肢浮肿 然后呢 很多的年纪大的 这个体力 以前干体力活干的 比较多的人呢 后来也都会有这种症状 这个时候呢 身体呢 是很智慧的 身体为了保证血液的正常形怀 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一旦身体出现这样的瓣膜打开 然后造成静脉上的这个 不能够正常的把血液输中回来的时候 就会在大腿的那个部位呢 展出另外一个弯弯曲曲的静脉 把血液从旁边的通道 把血液收回来 这个动作就叫做静脉曲张 严格来讲 静脉曲张不是病 静脉曲张是身体为了 帮助把血液收回来 被迫 折中 长了一个曲张的静脉 对身体来讲 它是不愿意这么干的 它要 重新建造一个新的桥梁 把血液收回来 但是 当你的静脉 出现这个瓣膜打开 血液不能够正常回收的时候 身体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 只要你 大量的补充维生素液 令到这个血管的弹性增加 使得这个瓣膜逐渐的被关闭 收回这样的状态 那么 身体发现 原来的那一个通道很好用了 这个时候呢 身体呢 就自动停止 给那个弯弯曲曲的静脉 提供养分 那个弯弯曲曲的静脉 就会逐渐的萎缩消失掉 所以调理静脉曲张 其实关键不是针对静脉曲张 而是针对静脉失去弹性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瓣膜 不能够收紧的现象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营养素 就是维生素液 辅助的营养素 就是维生素系 因为维生素系 我们前面讲过 也对血管的弹性有帮助 我想经过大家的学习 对各种营养素 有一个耐心的 细致的认知和了解之后 以后呢 在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 就不再害怕和担心了 维生素C呢 维生素E呢 同时可以刺激血管的再生 修补疤痕组织 有抗淋血的作用 来改善中分的症状 所谓抗淋血 是因为它帮助血管的弹性增加 血液就不容易凌结在一个部位 它有利尿作用 改善肾脏病的水肿 尿蛋白偏高 然后呢 高血压 以及贫血症状 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肾脏疾病的病人 正在洗肾的病人 然后尿蛋白偏高的病人 血压不稳定的病人 贫血症状的病人 补充维生素E都有一定的帮助 维生素E可以增加肝脏的解毒功能 然后呢 治疗甲状腺肾肿大 以及点不足 所造成的突厌症 然后呢 改善脑下垂体 脑下腺 腎上腺 性腺 性腺等急速分闭 这个刚才我们都讲过 主要是因为维生素E 对膜组织的保护 所起到的作用 然后这里呢 顺便要讲到一个就是 维生素E既有抑制血浆中 癌细胞生产的这个作用 也就是说 它可以对这个白血病 有很好的一个抑制作用 接下来呢 就讲一下维生素A 维生素A呢 有两种存在的一个形式 第一种呢 我们把它就直接叫做维生素A 它可以被身体直接利用 但是呢 在肝脏里面可以储存少量 过量的话呢 就会中毒 β胡萝卜素是维生素A的前身 进入身体之后 可以经由肝脏转泛成维生素A 那么维生素A在身体里面 最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参与了身体粘膜组织的制造 那么粘膜组织的制造材料呢 需要大量的维生素A 当缺乏维生素A的时候 粘膜组织会变得又干又燥 那么比如说 当你感冒的时候 你会不停的流鼻涕 这个流的鼻涕呢 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呢 都跟维生素A有关 那么为什么会 维生素A为什么会制造出 这么样的粘膜的东西呢 粘粘的东西呢 因为这种粘粘的东西 有助于包裹续颈和病毒 然后把它排出体外 透过糖 透过鼻涕 把续颈和病毒排出体外 所以你感冒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流鼻涕的能力 其实反而是糟了 因为这意味着 细菌和病毒进得去 出不来 出不来可就糟了 出不来就意味着 它到你们家里安家落父了 但是如果你的粘膜组织 足够健康 能够分闭出大量的粘液 那么就能够包裹病毒和细菌 然后把它不用杀死 把它排出体外 到别人家去 那么维生素A的来源呢 主要呢 就是胡萝卜啦 深色的蔬菜啦 以及这个黄颜色 红颜色的这个蔬菜 里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A比较多 然后呢 在这个深海的鱼的肝脏 里面也有含的维生素A比较多 我们发现呢 含有油脂比较多的动物 一般含有A就比较多 在夜冷的地区呢 这个动物呢 身体内储存的维生素A也就越多 最典型的含有维生素A 最多的就是北极熊 它的肝脏里面含有的维生素A是非常高的 如果人类直接吃北极熊的肝脏呢 吃完就会中毒的 那因为呢 这个维生素A的含量呢 就太高了 在所有的维生素当中呢 维生素A是被证明 如果吃的量过大呢 有可能会有中毒反应的一个 这种维生素 不过呢 如果你吃的是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 那么就不用担心 因为身体会根据你的需要 把它转换成维生素A 过量的话呢 就不会转换过来 就不会造成A的中毒 所以相对来讲 国际上除了少数肝脏有损伤 肝脏有疾病的病人 一般我们不鼓励他补充 β胡萝卜素或者类胡萝卜素 而是鼓励他直接补充维生素A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讲的胡萝卜素需要经过肝脏转换成维生素A 如果这个人肝脏本身有问题 还要让他的身体再去做一个转换维生素A的动作 那么就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所以呢 这类的病人呢 乙肝啊 甲肝啊 或者肝脏有损伤的啦 这一类的病人呢 我们就鼓励他直接补充维生素A 可是呢 肝脏健全的人呢 我们就鼓励他补充类胡萝卜素 来改善他的健康状况 跟联膜组织有关的身体部位呢 在缺乏维生素A的状况下都会有反应 比如说眼睛的干涉 弱势 夜蛮症 这个鼻 咽喉发炎 身体过敏 皮肤干燥 富贵手 这个泌尿系统感染 肺功能下降 头皮屑 都跟缺乏维生素A有关系 我多年的这个经验当中的发现呢 非常容易长青春痘的人呢 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 非常容易有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人 也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 容易长期的慢性咽咽 鼻咽 肢气管炎肺炎的人 也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 散述的几类的病人 都需要大量的补充维生素A 那么我有一个小技巧 怎么样可以放心的补充维生素A 或者胡萝卜素 但是保证不会中毒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补充维生素A的同时 补充维生素C 因为呢 维生素C既可以保护维生素A 同时 它又可以防止 维生素A过量所造成的中毒 记住 我前面讲过 维生素C是可以用来解毒的 所以当维生素C跟A同时摄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大程度上的 放心的去使用 一般来讲 在5万单位以下的维生素A是安全的 在10万单位以上的维生素A 使用上要比较有技巧 当然这也只是根据目前全世界研究的报告所做出的结论 总之到目前为止 我本人还是一样 从来没有见过谁吃维生素A造成严重的中毒反应 只不过看过报纸 看过一些转载的资料 然后从谨慎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暂时延期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 我认为呢 中国人经常逻辑上容易搞错一件事情 经常会说 这个东西吃太多不好 于是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那就不吃为好 实际上这个结论呢 这个逻辑上的关系呢 是完全错误的 吃太多不好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不要吃太多就好了 对吧 所以你只需要知道 吃什么样的量 不是太多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这个量公布给大家 一般来讲 在五万单位以下是很安全 在十万单位以上要比较谨慎 那你就可以掌握了 每一个健康食品 都会公布它里面含有的量 任何一个营养素 如果它的外面 没有标明里面的维生素的含量 我认为这样的营养食品制造 是不谨慎的 我就不鼓励大家去吃了 维生素A的缺乏会造成眼部疲劳 视力下降 胃光 然后呢 这个眼睛刺痛 然后经常头痛 着痛 发痒 发炎 眼死增加 眼角膜溃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症状 甚至造成皮下组织细胞死亡脱落 阻塞毛孔 油脂无法到达皮肤的表面 从而造成皮肤又干又粗 毛孔扩大形成黑头粉刺 一旦受到感染 又会长出青春痘 青春痘 小笼包 这个丁仓 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 其实说到底都是一个原因 就是维生素A参与了粘膜组织的构造 一旦缺乏维生素A 就会使粘膜变得又干 然后呢又燥 那干燥的这个粘膜组织呢 就会堆积大量的死细胞 堆积大量的死细胞 就会导致发炎 因为刚才讲过 死细胞提供续颈病毒 大量的养分 所以各位学营养的时候 要把这样的一个思维 顺序搞清楚 它是有一个先后的因果关系 首先是缺乏维生素A 然后造成粘膜组织受到损伤 接着损伤的死细胞 不停地堆积在那里 接着堆积的死细胞 提供给续菌病毒养分 接着续菌病毒大量的繁殖 接着身体被迫发动 炎症进攻续菌病毒 所以我们也不处理炎症 我们也不处理续菌病毒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身体缺的东西还给身体 然后身体会怎么办 身体会迅速地修复粘膜组织 同时怎么样去杀死那些 已经不断地生长的续菌病毒呢 很简单 根本不用杀它 只要身体没有新的养分 可以提供给它 它自己会死掉的 更何况身体还有强大的免疫系统 能够对抗它 所以不用害怕炎症 不用害怕疾病 最害怕的就是 每一天你没有采购到身体需要的东西 买了一堆的赤品 同意吗 所以就好像一个人 他要盖一个房子 他只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设计好 第二个买对材料 剩下的事情就容易了 对不对 对你的身体来讲也是一样 不管它发生多少种状况 对你来讲 设计是你的祖先早就把你设计好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买好材料 构成肌肉的 构成细胞的 构成血管的 构成骨骼的 构成粘膜的 构成细胞膜的 每一个材料都一应季前 令到身体各个组织都非常强健 那就不用担心任何的疾病 对吗 切发维生素A的症状有很多 劣迹下来呢 涉及很多方面 包括头发的干燥 湿气关折 所以假设你现在是 你马上会想到 你是切发维生素A 假设你指甲经常容易断裂 这个跟切发维生素A有关系 你的耳朵有问题 鼻腔有问题 咽喉有问题 肺有问题 旁观有问题 所有粘膜组织有问题 发炎都跟维生素A有关 所有死细胞堆积到某个部位的 也都跟维生素A有关 这样的话 你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维模式 从而呢 在考虑健康状况的时候 疾病状况的时候 懂得上用手中的资源来解决问题 也许你感冒发烧的时候 也许你觉得残形的慢性疾病 慢性的咽喉炎 脂气管炎 肺炎始终调不好的时候 也许你慢性肾炎始终调不好的时候 也许从那一天开始 你每天都炸胡萝卜汁 炸一些西芹汁 炸一些这个西兰花汁 然后提供大量的维生素A的来源 再补充适当的维生素A 很可能困扰你多年的这个疾病 就这么消除了 当然这里我要讲一件事情 当你身体缺乏维生素A 造成某些问题的时候 并不见得补充完维生素A 就可以把这个症状解除 因为呢 有时候你分不清楚 因为粘膜组织的损伤 是缺A造成的 但是缺少维生素A 会造成粘膜组织没有保护 也同样受到损伤 所以营养的善加应用 就是尽可能的均衡的搭配 来完成 比如说这栋楼 由于水泥的问题 造成了这堵墙漏了 可是漏了之后 你真的只用水泥就补回去吗 因为漏的过程 泥沙也漏了 整个墙也裂了 有好几个部分都需要重新调整 所以当初是因为 表层的水泥不够坚实 造成这里漏 可是补回去的时候呢 却需要好几种材料同时补 才可以把漏的地方补回去 人体也是一样 当初因为缺少维生素A 造成这个组织损伤 但是补回去的时候 却不仅仅是补充维生素A 还要把损伤的部分修回来 所以营养的关键 就是在于均衡的搭配 现在是一种有关的 这种方式的方式 就在于均衡的地方 然后在均衡的地方 作为小组的地方 就在均衡的地方 是一个小组的地方 就是在均衡的地方 所以她的地方 就是在均衡的地方 感谢观看